烈猪油如何煮到又白又香 今天买了两块柄油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把柄油切出来 大小要均匀 这样子你熬的时候它才能成熟一次 这个就是熬猪油的第一个关键点了 然后用热水 将近50度的热水给它淘洗了 这个是冷水是洗什么用的 一定要热水洗 淘洗干净的柄油倒到锅里面 给它涮倒水 这个不要涮久了 来 串透了以后把它打出来 再把锅儿洗一下我们就可以熬油了 锅洗干净之后 白又重新下锅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小火 不要着急 来 老姜一块 来点耿地酒 再让我们试出来的海味花椒 有了 小火慢慢熬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要开大火了 把油脂的油给它逼出来 现在这个油温大概就在四到五层 要基本上要稍多七层左右 对了 关火 一油 来 有点腻起来 撒点白糖会的盐吧 哇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美食 稍微还是要冷一下 稍微冷一下再吃它就脆了 吃 Member 做菜 翻擀ead 酱